我們逐樣逐樣來 好了 這一節 如果現在是家裏 住九龍的 不是很趕著吃飯 或者還有街上的 快點上來啤梨噴 為什麼呢 不是要搶東西 是幫拖 什麼叫幫拖呢 首先要說一說 當我想起 這個世界上 有一隻鮑魚 有一隻鮑魚 在南非 養了四年 終於停不停留了那麼大隻 上星期五還在海上 然後 星期六上飛機 星期日晚來到香港 馬上在香港拆軌 因為是急凍的 爆撞 然後今天就來到我手上 大家看到 很大隻的 很多人 昨天我的喉嚨痛 所以我會講記著第三節 其實如果大家是真是 韜客 就真的不要太忘了 吃魚也好 吃什麼也好 其實說像像拔龐 其實我們去街市買六七個 所以美國像拔龐 很好吃的 當然不好吃 懂得吃的 全部應該是吃 急凍海鮮 不是因為我買 買 是因為 除非 你那條海鮮 那些人說你都不知道是不是在這裏 只能夠相信他 我剛剛今早釣回來 除非你相信他 這個鮑魚 大家為什麼說要幫忙呢 因為我們離貨之後 我們發覺 我們的雪櫃是不能夠放的 結果我們馬上載到雪櫃回來 但是載到雪櫃回來 也是不能夠放的 所以現在我們那些 榴槤產品那些 我們全部拆盒 就放在另外一個雪櫃 因為盒子就大了 你沒有盒子就小了 要是這樣的情況才能夠放得到 所以各位 這一隻東西 稍後我教大家怎麼吃 其實是很簡單的 當然我認為用來精用來性就不要那麼浪費 因為我賣得這麼便宜 都要賣三百二十元 外面 大陸 這些急凍包都要賣 三百多元 如果你說南非這麼新鮮 四年急凍包 這麼大 起碼 真的賣四五九 上去賣五百九九 我也見過 在德德德摩 德德德德摩那裡賣五九九 我是賣三百二十元 真是划算得難 大家上來問我教你們 其實最好 你可以用來炒 可以用來蒸 可以用來蒸 但是炒蒸那些 你有沒有 找那些街邊 去街市 買那些南非新鮮包 夠做 這些當然最好用來煲湯 我等一會兒教你 三百二十元 上來 賣十多二十包 賣這樣 你不用一個人買 一個人買一兩包 一包兩包 有幾個客人上來 我們剛剛在雪櫃可以放些東西 現在我們很危險 所以大家 記得上來買鮑魚 先放下雪櫃 這個是幫拖架 各位 很感謝網友 這樣上來支持 雖然都未達到我的要求 因為如果不是我們今晚 我們這些東西 不知道要放在哪裡 但是希望大家繼續上來 今晚真的不方便 明天繼續上來買 雪櫃不夠放 這個真的很棒 說真的 台費你們未必有付 雖然很多人有付 Youtube你們也未必有 進去做會員 聽了那麼久 也是時候 二卷報恩 OK 上來買鮑魚 一家人煮鮑魚雞湯 另外那兩隻 就用來切 即三隻 一家三口 就蒸了去吃鮮鮑 另外那隻 還可以用來玩的 OK 怎樣玩 你們自己想 你說鮑魚 這家東西 OK 我又不明白 為什麼 有些東西 鮑魚 其實很像 真的很像 為什麼會這麼像 真是這麼神奇 上帝造物真的很奇怪 有時動一下動一下 在街市 看到一盤八盆東西 真是想 狗你我不要動 一手狗就插進包窑 有時會想這樣的 OK 好了 先說一下審訓 OK 有沒有說慘不慘的 好了 我昨天說過 都是要再說多次的 為什麼 我現在一定要 今晚我希望真的賣到 幾十匹 那天雪櫃生得了 不然我們今晚不知道怎麼辦 吃就吃不了那麼多 這是冷知識 大家幫不幫襯 賣這一隻新鮮鮑魚 也是後話 我們在市場看到的活海鮮 活海鮮 為甚麼 你不說明明是生的 沒那麼好吃 大家搞清楚 第一 你看到活海鮮 十居其八九 你覺得它是海鮮 十居其九都養的 是吧 OK 好了 不是呀 那個賣完腦 很難得我都肯定的 我媽媽經常說 她說很難得釣到回來 我心想 你媽媽 當然難得釣到回來 這麼想買一條水魚 我媽媽 就算有些 你養也好 在海撈上來也好 因為經過那個運輸 其實很多時候 其實撈上來你有沒有見過那些魚 養魚的人在餵魚 你有沒有見過 有紅蟲 很多時候 他 已經斷食了 他的生存就是靠 消耗自己身的脂肪養份 更加有些無糧商家 就會加了料 那些是甚麼料呢 是不是他吃的天然治料呢 這就是問題 當然已經影響了他的味道 而急凍海鮮 最厲害的就是 他在他最佳的狀態上 馬上急凍 其實是有分 再要細分可以分的 例如以前有些人出海 在海裡 你看日本 看羅威 看Leftex都有 在船上面凍 和在岸上面凍 其實也是兩件事 因為有些人出海 不是那麼快可以回來 OK 我們這些很老實說 都是半字樣的 當然不會在船上面凍 在岸上面急凍 在那個狀態 好了 而最重要就是 原來 只要在零下 30度左右 那些海鮮就會 排酸 排走那些酸 急凍那些 於是你吃這些 基本上 就沒有那麼嚴重了 沒有那麼容易有重金屬 還有你不會那麼容易痛風 好了 最主要就是因為那個急凍 就保養鮮味 所以大家不跟我買包圓 不要緊 下次譬如你想買 賣橡皮膀 假如街市有的話 你跟他訂一隻 美國的急凍橡皮膀 就不要買 加拿大的急凍橡皮膀 就不要買加拿大的生橡皮膀 你吃完之後 再回來說 但是吃樹木子 你那個說完 胡百孝生 連這個都知道 這些胡百孝生 不要兩雙雙腳 游泳又好 你現在不是 你知道現在的急凍技術 我們之前有個網友 其實現在的急凍技術 包括很多魚 是擺了十年八年 十年八年 都可以出來做實施冥移 是一流水準的 這個就是那個急凍技術的巧妙 如果玩開釣魚 有些朋友就知道 有些人就知道